停麻了 要说选体育代言人还得是支付宝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2024年1月27号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 虽然中国选手郑清文 戏败给了世界排名第二的对手 但是依然创造了中国网球的一个新记录 成为继里纳之后第二位走进大满贯 单打决赛场地的中国人 不得不说蚂蚁集团 也就是支付宝的母公司 在签约体育代言人这件事上 绝对称得上是文准狠 前有追风大使中国女足王霜 后有追光大使郑清文 而且是两年前在郑清文只有19岁 默默无闻的时候就已经出手 实际上一直以来 蚂蚁都致力于助力女性多元发展 所以也更加倾向于 建筑优质女运动员的偶像力量 激励更多的女性 勇敢追梦 绽放光芒 在此之前 蚂蚁就十年十亿支持中国女足发展 还签约中国女足头号球星 王霜成为追风大使 和她一起帮助了许多大山里的足球女孩 实现梦想 如今又有了在网球职业赛场上 一步上升到Top10的郑清文 自从成为蚂蚁的追光大使 比赛服前的只字logo 也见证了郑清文一步步支愣起来 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 拿下WTA年度最佳新人 从曾经的大满贯一二轮游 到昨天可以走进大满贯的决赛场 创造中国网球新历史 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自信阳光的 中国00后女行星形象 未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孩 可以像郑清文一样 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勇敢去追自己心中的那道光 让自己闪闪发光